范冰冰正式道歉,六个评论意见一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在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娱乐圈中的豪门范冰冰终于再次现身,早在之前范冰冰就深陷舆论的漩涡,而这次带给粉丝们的则是一篇道歉信。 这次高达8亿多人民币的罚款还有一封情真意切的道歉信终于让很多人相信范冰冰真的错了,而且这么高的罚款估计很多人是很难想象到的,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才会有这样的惩罚,仔细想想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已经实锤之后才出来道歉,在很多人眼里是不扯的,翻看范冰冰之前的微博,很多人都是支持人美心善的冰冰姐的,甚至怒批网络暴力,我们不可否认她也做过许多好事,但是与现在价值8亿多的罚款来说真的是大屋见小屋了。 值得一提的是范冰冰,这次真诚的道歉连评论都没敢开,甚至到现在连热搜也没有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微博底下的6个评论都是在支持范冰冰,微博还有100多万的点赞,要知道,知错能改善莫大人,这样的语句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用的。 与现在姗姗来迟的道歉相比,之前的范冰冰可谓是雷厉风行,崔永元在网上爆料范冰冰,范冰冰的工作室下午就发表声明,崔永元侵犯了范冰冰的合法权益,目视媒体散播谣言,当时的崔永元甚至受到了大批粉丝的谩骂。 崔永元侵犯是孤独的,而粉丝们的无脑的维护更是让人感到愤怒,许多珍爱粉甚至列举了范冰冰的慈善业绩,立正人美心善,而查理。 芒格也说过,行善已是一个人满未患的行业。行善一旦变质,气味变臭不可闻。 恕我之人如果范冰冰不是一个明星,估计不会有这么多人会支持她吧,风不过后如果范冰冰还能在娱乐圈继续发展,肯定会再次收获一大批粉丝,因为网友们就是这样。 如果到现在你还在为范冰冰辩解,那就去当一个熟睡的人吧,继续睡吧,没人会打扰你。你们是怎么看待范冰冰的道歉的呢?